记者苏福南美农报道,一美公司代表今天前往高雄美农龙渡地区与九位五毒栽种白玉萝卜的农民签约,将以每公斤22元的价格收购20公吨萝卜业,研发萃取叶黄素。 今年其山香蕉产量过剩,副总统陈建仁10月底赴季山市茶椒矿时,一美集团总经理高志明表示,因香蕉价格回稳将转收购田间萝卜业。 由于农民是萝卜业为农业废弃物,一美的收购举动引发农民高度关注。 一美公司透过美农区农会寻找器座合作农民,双方今天上午签订合约,高雄市政府农业局长蔡附近和林务局农粮署等单位运会见证。 一美公司资深顾问蔡宝来表示,基于成务不费的理念,一美一美农当研发基地初期先跟农民器座五公顷萝卜田收购20公吨萝卜业进行研发, 主要用来萃取叶黄素,未来也将转往台中粘化等地收购其他品种的萝卜业。 美农农会总干事中心会说,白鱼萝卜推广至今11年,已逐渐取代燕叶成为重要产业。 目前美农地区有300多公顷农作物取得产销履历认证,明年将扩大到500公顷。 在一美公司鼓励下,未来将朝向大面积友善耕作,以发展浅深生态农业区为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